Hello 各位同學,我們今次會繼續說回 Race 和 Race 。 我們上一條影片已經說了甚麼為 Race 。 我們今次就來看看 Race 的問題。 首先看看這條第一條, Peter Blot 4m of electrical wire for $100. Find the price rate of the electrical wire in $1 per meter. 這條問題就是這麼簡單, 它就說是$4m,用$100買了4m的電線。 問一下的就是Price Rate, 它說明了,Price Rate 是要$1 per meter的。 問題其實都會說明, 其實你要找 Race 是甚麼 per 甚麼的。 說明了甚麼 per 甚麼, 其實我們就很容易去判斷, 到底放甚麼在份子, 和放甚麼是墳墓的。 所以我們看看, Solution 了, 我們的 Price Rate of the electrical wire, 記著寫下我們在計算甚麼, 就是 Price Rate, 就應該等於是甚麼呢? 這次我們最後答案的Race 是$1 per meter, 所以我們就把$100, 這個$1, 就放在份子, 而我們買的長度4m, 就放在墳墓, 所以我們計算一下, 除了數字, 把墳墓, 除了1, 我們就可以寫作$25 per meter, 這個答案了。 然後是第1個, In a drinking competition, Raymond takes 2 minutes to drink 5 bottles of beer, 找到他的飲品率, 然後第1個是Bottle in Minute, 第2個是Minute per bottle, 看到了, 第1個是兩個不同的Race, 一個是每分鐘, 到底喝了多少瓶, 第2個是每一瓶, 是用了多少分鐘來喝的,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Race, 不過我們也是在同一個情況下, 我們有時想知道每分鐘喝多少瓶, 有時倒轉我喝一瓶要多少分鐘, 這樣而已。 好, 所以這次我們也一樣是這樣計算, 我們想找一個Drinking Rate in Bottle per Minute, 所以我們就把Bottle 5 Bottle, 我們就放在份子上, 然後把時間的Minute, 2Minute, 我們就放在份母上, 所以就是5Bottle, 超過2個Minute, 所以就會計算到2.5Bottle, 而Part 2呢, 我們找一個Drinking Rate, 這次是Minute per Bottle, 所以就把2Minute, 即是5Bottle, 放在份母, 我們最後就找到0.4Minute per Bottle, OK, 第二條, An airplane takes 8 hours to travel 7920 km, Find the speed of the airplane in each of the foreign units. 速率就是距離隨時間, 這個東西在小學時我們也學過了, 不過我們現在就用英文來說, 一個叫速率的東西, 我們就一定是距離除所使用的時間, 我們走到距離除所使用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次看到, A,B兩Part 1km per hour, km就是走動的距離單位, 除了hr,hr就是時間的單位, 所以A很簡單的問題, 有8hs和7920km,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km除hr, OK, 我們就計算到這個速度, 而這個運動就是990km per hour, 而這個速度是2m per second, 但在題目中的單位是km和hr, 所以我們需要改變單位, 其實它的速度也一樣, 是990km per hour, 但我們這次要用m per second來表達,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轉單位, 而不是重新計算過的, 所以速度仍然是790km per hour, 我們轉單位要怎麼轉呢? 我們要將km轉為m, 將hr轉為second, km公里即是1000米, 1公里即1000米, 所以就是1000米, 而hours一個小時有60分鐘, 每一分鐘有60秒, 所以就是乘60再乘60, 我們計算出來就會有個數字, 而單位最後就會變成m, 除了時間, 所以就是m per second, 是275m per second